官方时隔三个月还在持续播送奇妙大营救的小彩蛋 每当看到奇妙小剧场更新的大家 是不是和我一样非常激动呢 还记得奇妙大营救正播出时 从第二十集开始喜羊羊就被士兵们从二层带到了最恐怖的第四层 几乎消失了整部剧三分之一的时间 再次出现时就已经是被美羊羊发现的奇力石形态了 大家都很想要多一点喜羊羊相关的这段剧情的叙述 于是就在前天官方新发布的彩蛋 就以喜羊羊变成奇力石后的视角展现了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一切 首先是被变成奇力石后和众多奇力石放置在一起的喜羊羊 有意识并且能看到周围的一切 但相当于被限制了行动 换个角度想 要是被变成奇力石的大家都有意识还能够互相沟通 似乎就没有那么刀了 下个场景就是美羊羊来到密室寻找大家 但并不能听到此时被封印着的喜羊羊的呐喊 当美羊羊孤身一人无法抵抗士兵们时 喜羊羊为了保护同伴 尽管变成了奇力石 也尽了全力使出能力保护了美羊羊 还像跨旧石一样温柔地安慰她 画面一转 来到了费羊羊和懒羊羊被控制后 把喜羊羊奇力石当玩具乱丢的场景 喜羊羊看着这一切一定是恨不得立马冲出来跟这俩兄弟理论了 还好被美羊羊用虚幻境及时制止了 并交给那将军姐妹还原 至此主线剧情完美衔接 看完家常小彩蛋的我一本满足 但又一游未尽 一起期待下一个奇妙小剧场 或者羊首六预告吧 下车 4 3 4 5 4 5